少时,一直以为幸福是一件东西,拥有了就幸福,长大后,认识到幸福是一个木,很多时候,我们浴室总是这样,喜欢钻牛角尖,把自己绕到死胡同里,但其实换种心境,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。 你不能改变天气,但你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,你不可以控制环境,但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,你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,但你可以扩展它的宽度。 心态的态字,拆解开来,就是心大一点,凡是看开了,目光所及之处,也必是满目欣然。 人生气落是场势,生活的好坏,迎接不暇,在遭遇伪惑或不幸时,绝望和颓废于是无补,不如微微一笑,与生活握手言和,别和别人较真,因为不知道,别和自己较真,因为伤不起,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,何必将剧本写得苦不堪言。 如果压力太大,觉得自己撑不下去的时候,就找把梳子,耐心着把茅草的头发梳柔顺,或者窝在床上,听极收喜欢的歌,将音乐喜去一天的疲惫。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,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,还依然热爱它,有话好好说,又是慢慢做,无论发生什么,首先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胃,去热气腾腾的菜市场逛一圈,做几道自己喜欢吃的菜,送自己一样新银已久的项礼物,重新感受生活中,能治愈你的小快乐。 相信自己,一定能把一地鸡毛处理得到,一定能忘记月后的那道红光,每个人都有疲惫的时候,你要学会好自己开心,开心过后每一天,多取悦自己,才能收获命运的更多亏赠。 想要幸福更长久,就要学会宽慰自己,多些退让,面对咄咄逼人的垃圾人,站下心思,忍住怒气,想开点,看远点,记住处事让一步为高,带人宽一分是福。 面对最亲的人,也多些体调,花时间争论谁对谁错,并没有太大的意义。 想和最爱的人走到最后,却要在争吵时懂得时度退让,在得到爱情过后,你就好好珍惜,好好感恩,相爱尚且不够,哪来的时间去抱怨和指责? 如果连对最近的人都不能心平气和,又如何能够抵挡这世间的风风雨雨? 那,不是一种屈服,而是一种大度,那,可能一时委屈,却能减少冲突,会让,你才是赢家,要了,你才是智者。 在朋友面前,让一让,友情会更稳固,在家人面前,让一让,家庭会更和睦,在同事面前让一让,工作会更轻松。 君子让小人,让的是礼,好人让坏人,让的是品,男人让女人,让的是情,女人让男人,让的是爱,笑着低下透道,都是真正的聪明人,让一让,让你的生活减少不必要的烦恼,让你的人生多一份看得见的美好。 正所谓,雾随心传,尽由心早,烦恼皆由心生,人生的痛苦,愿于跟自己过不去。 白落眉说,人生一局棋,关于输赢,我们总是无能为力,迷茫之时,多半在局内,当有人点悟的时候,人已在局外,余生,愿你有一个好心态,多储存快乐。 记住没有过不去的事情,只有过不去的心情,心若晴朗,人生便没有雨天。 人生,的如何,时又如何,我们只是世界的匆匆顾客。 感情,聚如何,饭又如何,我们只是原本的体验者。 财富,多如何,少如何,我们只是金钱的使用者。 很多东西,生不带来,死不带去,何必累,何必执着,很多朋友,何有缘故,分有理由,何必挽留,何必强求,很多事情,该忘得忘,该忘得忘,何必思索,何必难过,很多事后把很多人,不是我们不仅心而留。 留得住的,不用你花心思挽留,留不住的,不配你掏身情祈求,很多事后把很多事,不是我们不仅心而来,属于你的。 不用你千方百计争取,不是你的,无需你明思苦想纠结,做人,做到问心无愧就好,相处,做到真心实意就好,做事,做到建立而为就好,为人,做到光明美落就好。 其他的一切,交给命运安排,留给时间做主,老天也是最公平的主宰,不会窥带谁的付出,也不会偏爱谁的懒惰,时间是最清晰的证据,不会疏忽谁的真挚,也不会饶恕谁的诡计。 这一生只要,认真做人,踏实做事,成心待人,尝尝处事,内心无愧,就活得无怨无悔,无人这一世,有风听风,有语看语,有爱则爱,无爱则待,看世间事,留平尝心,做行善事,做乐观人,愿天下人幸福安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